大家好 欢迎来到《会眼看中国》 我是善语 就在一两个小时之前 大连复达宣布关闭在大连的复达欧美的业务部门 也就是我们过去说的FMR 那也就意味着复达二楼将彻底的关闭 大约500名的员工都要被裁掉 本周就要办理离职的手续 大连的FMR即将成为历史 具体的赔偿规则目前还不知道 但是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在大连待了15年以上的外企 我相信肯定不会亏待这些兄弟姐妹 也得是N加五吧 10月21日 全球万亿资管的巨头富达国际 被曝在中国裁员500人 知情人透露裁员主体是富达国际 位于大连的卓越中心 支持富达在全国展业的多种需求 服务范围包括科技运营以及投资研究 也有知情人士说 设计裁员的部分主要是服务于北美业务的部门 就是在大连软体员的12号楼 2楼的Fidelity大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10月22日 富达国际表示裁员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并称尽管是大连的员工总数将会减少 但是大连仍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卓越中心 有网友评论说大连软体要完蛋了 感觉就是没见过好的消息啊 把外企都赶出去了 只能是自己人卷自己人了 好像全国都是这样 外企都在撤 外企都觉得有风险 早早布局离开 人家裁员给补偿 我们裁员啥手段都上 就是让你自己走 大连的软体行业真的和前十几年比惨淡太多了 现在相亲一听外企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不能没工作了吧 我还得养他 富达国际是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富达投资分拆前的国际投资部门 在1980年被分拆为独立的企业之后 该公司专注于私人和机构的投资者提供投资管理的服务 公开信息显示富达大连成立于2007年 拥有人员总数是超过1800名 本次裁员事件集中在富达国际位于大连的软体员的子公司 Fidelity大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涉及技术和运营中心 该中心截至去年底拥有574名员工 若按照现在的人数来计算 此次裁员后该中心的人数所剩无几了 陆媒报道 大连的软体员曾经是大连的软体产业的一张亮丽的名牌 但是近年以来见证了多家外企的裁员潮 据不完全统计 近年以来相继有艾森哲 金兰 IBM 爱立信 思科等多家的外资企业大规模裁员 富达国际在中国裁员凸显了全球资产管理公司 在应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股市暴跌房地产困境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都在加深打击投资者的信心 路透社曾在3月报道 富达国际也开始在全球裁员目标是裁员9% 约有1000人 但是在中国的裁员幅度更大 裁员规模相当于总员工数的16%左右 在中国经济疲软和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之下 外企在中国的业务收缩甚至关闭 6月26日世界知名的旅行媒体公司和旅行内容供应商 孤独星球表示 由于COVID-19的疫情影响 与公司的战略调整已经关闭了中国的办公室 并停止在华出版业务 美国计算机业巨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 8月26日宣布关闭在中国的研发部门 中国境内的1000多个工作岗位要被裁掉 今年8月日经亚洲引述消息报导 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跨国科技公司惠普 正在将其个人的电脑生产中心 潜出中国以实现供应链的多样化 该公司甚至制定了一个内部的目标 2至3年内最终70%的笔记本电脑的生产线 将移出中国大陆 转移的主要目的地是泰国 豪尔街日报10月17日报导 美国的咨询公司麦肯锡 占在全面改革其在中国的业务 裁掉约500个职位 这大约占了其在中国大陆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此前该公司已经减少了与中共政府相关客户的数量 麦肯锡于1993年首次在中国大陆开业 客户包括中共的最大的国企和跨国公司 包括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电信 麦肯锡在为美国政府包括国防相关项目在内的同时 还在为中共政府或相关的组织提供顾问的服务 因此其业务受到了美国立法者的批评 麦肯锡已经开始修订其客户的名单 并缩减了在中国的某些项目 麦肯锡还面临中国本土的品牌的价格竞争 麦肯锡不得不采取防止内轨的措施 将其全球的计算机系统进行切割 位于中国大陆的员工 对某些内部的资料库和文件的访问已经或即将被切断 日本最大的轮胎制造商普利斯通 今年初关闭了沈阳的工厂 遣散了1000多名的员工 2024年上半年终止了在中国的商用车轮胎生产和销售业务 有视频显示 在普利斯通沈阳工厂的厂区陆续有多辆的大巴车 使来大批的员工在等候观望准备撤离 一位大陆知名的博主发视频说 普利斯通这种纯外资企业给出的员工补偿还是很高的 有的可以拿到50万人民币 双职工可以拿到100万 2023年以来许多全球知名的企业陆续的撤离中国 包括日本的佳能韩国三星 日本索尼东芝尼康 美国的亚马逊 美国的领英 美国民资软体开发中心 日本的安斯泰来制药等 这些企业将其产业链分别转移到泰国 菲律宾或者是回到本国 而数以万计的中国员工生计则受到影响 官方数据也显示外资震加快撤离中国 2023年中国外国直接投资总额330亿美元 比2022年减少了82% 创下1993年以来最低的记录 今年第二季度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负债减少近150亿美元 这是有记录以来这个数据第二次出现负值 且外流的金额高于去年第三季的121亿美元 据中共的上午数据2024年1月到8月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仅有5801.9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了31.5% 台湾的中华经济所第一研究所的所长 刘孟俊认为外资撤离的主因之一是 中共政府不再鼓励以基础建设刺激经济 但另一方面官方积极的推动电动车绿能等 所谓的新制生产力投资却有陷入严重的内卷 即低效的恶性竞争 这样的竞争会令外国的企业难以适应 因为多数的外企仍然习惯于遵守国际的规则 例如保障劳工的权益 确保质量的要求等 无法接受中国企业无底线的杀价竞 在今年7月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上 当局宣称将必须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8月的邓小平120周年纪念日 中共官方在高调的提及习近平式的改革开放 不过去年中共实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 将适用范围从国家秘密和情报 扩大到任何的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 数据资料物品 在中共没有监督的专制体制下的所谓法制 被认为是极具杀伤力 原来隐身幕后的中共国安部 目前在各个领域 包括经济外交金融等都有涉足 国安部通过微信号发表的视频或文章 不断的向中国的民众发出严厉的信息 外国的间谍无处不在 外资的咨询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正是北京近年来以国家安全理由 加大对这类业务的打压 在中国进行禁止调查和信息收集的 外国的顾问公司 成为了中共当局的眼中钉 去年4月 中共警方突然调查了 美国的知名策略顾问公司 贝恩在上海的办公室 盘查了员工并没收了电脑和手机 今年6月 贝恩新任的CEO表示 由于美中的关系紧张加剧 北京在对华经营的西方企业的审查随之加强 该公司将退出为中国某些行业提供咨询服务 美国的企业禁职调查公司 美斯明志在北京办事处去年3月遭到中共当局突击搜查 5名中国的员工被拘留 该公司今年2月再遭到北京市统计局追加罚款 中共5月份对凯盛荣因多地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 凯盛荣因是由中国人拥有和经营的 虽然在纽约、新加坡和吉隆坡设有办事处 但绝大部分业务都在中国 其受到的处罚最重 一名凯盛荣因的名单上的专家被判处了6年的监禁 另一名专家则被调查 当局还在电视上向数亿的观众播放对凯盛荣因的公开执法 去年10月当局还拘留了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 WPP集团的一名高管和两名前员工 不堪震惊环境的恶化 全球的民调巨头盖洛普去年底也决定退出中国 近几个月来美国的律师事务所盛德、博钦、瑞申、奥瑞 均已关闭或者是表示关闭其在上海的办事处 而威加安庆国际已经关闭了北京的办事处 西方的尽职调查公司以前也曾与中共当局发生过纠纷 比如2013年英国的企业调查员韩飞龙和他曾经经营的 风险咨询公司中会的美国妻子卢因 曾在为英国的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工作后就被中共拘留了 但情况从来都没有到现在的这样严重 此外日本的制药公司安斯泰来的一名高管 在8月份因间谍罪被起诉了 而澳大利亚的记者陈雷在被拘留超过三年后于去年获释 台商则是被中共戒者犯台独或间谍等民意打压 台商李孟居2019年8月从香港入境深圳之后就失去联络 后来被大陆被判间谍罪 他否认了指控直到去年的7月才被获释 2023年4月台湾的八级文化总编复查在上海失联 后确认遭到中共的逮捕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 目前他仍被拘留中 中共公安年初以非公收贿为由 带走了四名在富士康工作的台湾高管 导致他们无法返台 台湾的陆委会10月8日表示 此案相当的怪异 不排除是少数公安腐败滥权的结果 今年的8月13日 中共国安部更宣布连续破获千余起 台湾间谍切命案件 但是没有说明具体情况 中共的最高法院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等多个部门 6月21日发布的针对 所谓反台独的22条意见后 台湾政府自6月27日起 将附录港澳的旅行的警示灯号 提升为代表避免非必要旅行的成色 美国的智库战略于国际研究中心 今年9月发表报告 调查在2023年底 访问了610家台湾企业之后 所得出来的结果 有57.4%的台企正在考虑 或者是已经考虑撤离中国大陆 台湾的学者眼见发表是 中共对台商的打压不只是下走了台商 还有其他的外国人 大家可以离开早就离开了 现在对东南亚投资大量的增加 中共以各种的理由和弥幕打压外企 以及中国经济看不到希望之际 苹果星巴克麦当劳等美国的顶级品牌 也在纷纷另辟蹊径 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上海市政府在8月份表示 现在最紧迫的经济挑战之一是果链空心化 指苹果公司将部分的电子产品 生产转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国家 面对经济持续的疲软 中共当局9月底前 推出了降息降准降房贷利率 以及规模的8000亿人民币的政策工具等系列政策 推动了股市大涨 但是十一长假之后 股市再度暴跌 尽管中共多部门陆续开记者会宣誓政策 股市仍然是动荡 业内人士认为中共的这些措施大多都是零散的 当局未能解决长期结构性的挑战 如产能过剩高债务水平和人口老令化等 外资大撤退的背景下 中共的官方9月份称 拟准外资在北京天津等9地设毒资的医院 但有专家表示 中共开放外商设毒资医院 同比增长了4.6% 是2023年初以来的最慢增速 且已经连续第三个季度下滑 由于中共惯于造假 其公布的经济数据的真实性一直受质疑 早在解除疫情封控半年后的去年6月 一个世界500强外派职业经理人大批撤离 导致上海豪宅租金暴跌的视频被广泛传播 点击率在中共封杀前就达到了1500万次的观看量 余有40万次的转发 估计至少有2000万的播放量 视频中一名男子站在冷冷清清的上海复兴路上 指着马路两边空荡荡的楼房 最近上海的房租暴跌了 我不做租赁我都晓得知道为什么吗 外国人都走光了呀 他随后提到上海一些高级小区 过去都是跨国公司的外国人租全走了 以前你像明园世纪城那边的嘉丽院惠景院 梧桐花园里面租房子都是一两万两三万的 还有四五万的租这些房子的全是外国人 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 因为他们都是公司出钱 财大气粗现在走了呀 路透社近日报道 全球的投资者准备重返中国的时间点还未是过早 因为很少有基金经理预估中国的经济 会在短期内出现蓬勃的成长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惠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